開放瘦肉精 總統要下台 民間團體怒嗆 民進黨政府 佐世金費 萊豬要不要開放 都是綠營說了算 連地方政府要把關萊豬 都被中央打槍 萊豬實安疑慮都還沒適應 農委會卻懸在這時候 在官網上預告 要舉辦國產豬料理創意競賽 是可以要宣傳國產豬嗎 至於有沒有要擴大舉辦 要耗資多少經費 接稿前 農委會都沒有多做回應 但在野黨認為多此一舉 你現在去辦什麼國產豬創意比賽 那你乾脆就不要進口 不就好了嗎 其實台灣的豬肉真好吃 不需要創意也很好吃 倒是你需要來一個 萊豬創意大賽 才能夠消除我們心中的疑慮 因為台灣有很多商圈 多讓這些小老闆 小老闆娘們 有一些商業的機會 何樂而不為呢 六位緩家美食宣傳活動 也會帶來商業利益 並非只有宣傳功能 但政府選擇進口萊豬 卻宣傳國產豬 實安疑慮 恐怕還是無法輕易說服國人 記者陳建安 許國豪 台北報導